好,我们现在来访问这个国际之夜的两位主持人 一位是这个罗浮,一位是刚变成服务员的这个很年轻的服务员 那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你们的名字跟你们的团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谢亚寅,然后我来自台中市第30团龙族同军 大家好,我叫吴岳寅,然后来自云林县第111团天壤鸟社区同军团,担任副团长 再来讲一下你们这个过去有没有主持大型同军活动的经验 我个人在2015年开始参与这个团队,那有协助舞台的部分 那也有开始加入才艺职业主持的这个行列 那平常的话在云林县的县录营里面,我也是从2012年高中毕业之后 然后成为罗浮,那也有帮忙过许多晚会的主持 那最近也有主持过云林县副县长有到场的一个亲子活动的主持 我应该这次比较特殊是我第一次担任工作人员 因为我也才刚升上罗浮没多久 那这次其实是给我一个很好的训练的机会 那这次是我第一次主持这样子 因为我身份比较特殊是 我其实是国际组接待鼓的鼓员 那就是平常 其实应该我的工作是接待外国伙伴这样子 那除了接待外国伙伴之余,团长就说 集会组这边需要一个人力来担任英文的主持人 所以就派我来就是集会组这边担任主持人这样 其实这次的这个国际之夜啊 这个除了节目非常的多 还有外国同军团的一些表演 那我个人觉得是这次的这个国际之夜 主持最困难的是时间精准对不对 因为太多团体了 然后你怎么样掌控在 你们这个run down的这个时间表 把它完成 其实在国际之夜里面 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场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所有的节目表演 第三个阶段就是最后结尾 然后互换纪念品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主持人的部分 只要在一开始开场 必须把这个气势情绪抓到位之后 然后进到每个表演 那每个表演过程当中 因为会有影片的衔接 我们只要在表演结束 谢谢他们 然后欢迎他们之后就照跑流程 这个部分是还比较简单一点 那最后就是要欢迎秘书长 他来致辞 然后最后要互换纪念品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桥段其实在昨天早上才确定 然后我们所以有许多流程 在昨天早上才真的底定 那我们也是花了蛮多时间在准备这一块 那全部这么多场的表演 他们在上下场之前你们都排练过吗 因为你们结束的时间还蛮精准的 并没有误差太大 我们在国际之夜当天下午有花一个半小时时间 让所有表演单位来做踩点确认音乐的动作 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主持人的所有桥段 除了在自己办公室之外 也是当天下午有进行过彩排这样 需要事先对每个节目进行一些了解 才能够所谓上下场帮他们做一些讲稿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第一个他们是有提供所谓的介绍词 那但是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时间拖太长 我们也是非常希望把时间抓到精准 避免最后的时间被拖到 所以我们最主要是让影片进行介绍一个部分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们主持人才会出声音帮忙介绍这样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影片来衔接就对了 但是我看你其实你在整场之间还是有蛮多需要介绍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表演 是像昨天香港童军 其实昨天最主要部分像是阿美族的表演或香港童军表演 那我们有次在另外出声音帮他们做介绍 那英语主持的部分呢 这个主要就是要介绍这些外国童军团的表演 他们的一些内容对不对 就是其实这是英语主持的话 介绍上面比较没有什么就是太多的琢磨 因为考虑到这是台湾办的全国大论音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以中文为主 但是国外童军如果他们的表演的话 也是会需要我来介绍这样子 就是有帮他们准备一些东西 他们有提供给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会就是帮他们 然后如果他们需要我们介绍我们就会帮他们这样子 昨天整场有没有一些紧急状况 我们外人没有看出来 你们在这个舞台的旁边比较紧张的部分 紧急状况可能有一个部分是因为 有一个国外团的伙伴 他们不知道我们成功领的规定是不能使用明火 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讨论 因为他们不能用明火的话就必须要换音乐 但这个临时换音乐又考验到我们空台的一个应变能力 所以其实当时候对讲机里面其实非常吵杂 都在讨论要不要换顺序 要不要延后或是直接进行 那到最后当然在我们所有伙伴合力协作之下 让我们顺利照跑流程并没有做更改 所以他用什么来替代 就是我们空台临时帮他们换一首歌 他们也OK就解决了 如果换成所谓的荧光棒 他没有办法用同一条歌表演绝对了 因为很多人都是变成甩荧光棒 是所以他们原本可能是准备要使用明火 但是并不到这个规定 所以他们应该是临时决定变成另外一个表演 来写这个表演状况 再来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 我觉得主持人的热情的部分 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看到不喜欢的 我们就可以跟旁边的伙伴聊天 甚至我们可以滑手机 可是你们要全程盯在舞台旁边 就是每一场你们一定要盯着他们表演 从头到尾结束 对不对 这样才不会错过所谓的这个下场时机 那这样子有时候这个看表演的这种 你们都能够用一样的热情去看每一场表演吗 因为其实我自己从头看到尾 看到最后是有点累 这个部分其实 第一个是我们会担心在 这个桥段要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状况 那是不是因为所有状况 我们主持人都要随机应变 帮他们第一个可能是补画 或第二个是要调论一下气氛 那我们两个也都是 虽然我们是在侧台坐着看他们表演 但是我们也是一直讨论他们的 表演的内容 其实我们发现昨天的表演非常的多元化 其实就发现台湾所有什么原住民啊 或是客家民族 其实都搬到台面上了 其实我们两个在旁边也是非常看得非常有趣这样 而且其实就算他们只是单纯的就是歌舞表演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在旁边也观察到一些伙伴真的非常的投入 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讨论就觉得 其实台湾的就是同学人的热情还真的是很不容小觑的 对 再来这个对于这个每一场的主持不管是顺利或是不顺利 是不是在这个整个主持的过程中总会学到一些经验对不对 音乐错误了或音乐delay了 那其实这就完全是考验主持人的应变能力 必须要度过这个尴尬的时候 就你要接话对不对 对对 那个话就是要无中生有生出来的 甚至是其实有些尴尬的桥段 我必须要跟临时跟底下的学员做互动 可是可能我们的伙伴还没准备好 那我们必须要持续做互动 可能互动到最后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出错 就是人长太久就对 那我这边的话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主持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去的经验 但这次我觉得整个来说算是蛮顺利的 因为这个团队其实给我很大的信心跟帮助 然后我的大档老吴也是相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整个团队还有他都给我很大的帮忙这样 事前准备其实我觉得也蛮充足的 其实整个来说算是还不错的经验对 不过我觉得至少国系之业在天气上比较稳定对不对 你们的心情比较不会像开幕主持人这么坎坷 是 其实我们的舞台之下过雨之后还是会有点危险性的 在一个风险评估考量上面 我们还是在下午进行彩排之后还是有对舞台做一点检视 还有我们的场务人员也会针对所有表演团队的进退场动线 安全上的疑虑我们都会再要他们double check一次 那其实相对因为开幕式的话我也是有担任英文主持的部分 那开幕式相较于开幕式来说其实在国际职业 我就是主持的比例是占比较重的 因为开幕式还是会以中文为主这样子 那国际职业的话这次其实主持上面来说 其实英文的部分还算占蛮大一部分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这样子 你们两个个人这个会去观察其他主持人的风格吗 或者是去学习他们一些比较特别不一样的优点 其实在这一次上场之前 我们也是跟刚刚两位介绍的政治老师跟崔泉主任 有很多的讨论 那他们两位经验非常资深的主持人也给我们很多建议 那对于主持稿上面我们一定也是准备非常充分 只是说在修改上面也是有经过他们的调整 我们才会有今天的表现 这次我觉得就是像是开幕式他们看到 郑哲老师跟崔泉老师他们在主持 就是能够看到什么叫做真的经验丰富的主持人 其实我们两个相较于他们来说算是精力上前 那我们看到从他们身上看到也是 我觉得整个场控的方面 他们也真的是比我们还要有经验的多 这也是我觉得还蛮值得学习的一个部分 谢谢我们两位主持人 谢谢 那我们来邀请第五分营区的宋淑娟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嗨校长好 好 第五分营区是由全台中市的同军伙伴所组成的 我们目前参加的有24团还有一个国际团在这里面 那么同军有850几人 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有50位 我们每天都分别不同的分工办理这样的活动 像刚刚的国际之夜就是由我这一组的集会股负责 结合所有学生 那活动股要负责的就是我们每天的模组活动 我们都要配票给各团 他们分批的出去参加各项的活动 来接下来宋教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几天的这个下雨对第五分营区的营地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几天很不巧 那个营地都在下雨 尤其是白天 到了晚上才有烧些 那么我们这一个营地 比较可惜的就是有部分地方 非常的泥令 水一下来 一时不能宣泄的时候 整个都是泥巴地 所以目前我们营区都是有测到三个地方的营社里面先去暂住 那么等不再下雨之后 如果营地稍微干一点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会再回来帐篷露营 那么我们大伙都自己在开玩笑 如果台湾有缺水的时候 最好来办这个大露营 那么好像就会水就会非常的丰沛 好那接下来讲一下今晚的状况好不好 他们今晚就是还是到撤离区 还是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帐篷了 我们今天晚上还是要到撤离区 因为我们今天白天还是有下雨 那么我们是希望说 这一个水能够稍微干一点之后 甚至帐篷的部分的话 也是比较干燥之后 我们再让孩子进帐篷 这样子会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比较好 所以目前今天晚上还是撤离在所有的营社的地方 所以宋校长讲一下你参加这个 到目前第四天的这个感想好不好 你个人的感想 好那个全国大露营 因为从我国中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全国大露营 到现在来也有伙伴在问我说这是你第几次 我自己算一算大概应该算是第六次了 那么习惯性就是今天正好已经是我们进到整个大露营的最高峰的时候的中间的天数 那么前面几天第一天很热我们很辛苦 连着两三天的下雨我们也蛮痛苦的 因为很多活动都因为场地潮湿会临时取消 只有部分的活动还可以正常进行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觉得我们已经是有苦慢慢进入我们的肝 我们也得到了同军很多的活动的乐趣 从昨天的分营区营火到今天的国际之夜 上舱还是对我们很好 晚上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凉爽的夜晚 让我们都很欢乐的所有的同军都汇聚在一起成功造极 好谢谢我们宋校长 好谢谢晚安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五分营区的第十四团 那我们来访问这个三位还没去洗澡的 每个人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黄冠伦 我是郑思雨 我是本次露营分团长林博明 好你们三位讲一下这一次大露营的感想好不好 目前第四天应该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对不对 马上就要结束了 好对时间我们来到第四天 然后其实前几天因为大雨的关系有造成一些活动的延误 还有包含营帐的撤退 这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特别难得的体验 因为一般的路里是不会遇到这种大雨 或是撤退到礼堂 而且还是一次这么多人 所以到了礼堂之后顺利吗 还是乱七八糟 因为很多人都挤进去 对一开始当然是乱七八糟 但是同局就是要有一个领导者出来 开始有团长划分营位 然后管制门口 然后再就是补给组的开始配水 配食物就是那边慢慢建立一个制度起来 可是这样对你会不会也是有新的压力 因为本来没有撤退这一段对不对 变成你要负起更多指挥的责任 对而且尤其还是在雨中撤退 就是还要顾好行李的 不能让他被淋湿 然后人员这一段的安全 因为那时候雨有点大 是所以是哪个时间点那时候是撤退的 那时候是早上 早上差不多八点多 因为雨其实是从凌晨开始下的 对 所以那时候大家半夜还睡在帐篷里 对大家还在帐篷里面 所以那半夜应该很多人就起来了对不对 对是起来但是不敢出来 因为外面的雨是太大 然后帐篷也有些开始在渗水 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处在的地势还比较OK 有些分团的他们地势比较低 就有开始进水进去 但是因为外面雨也太大 你人也不好出来 而且天又黑 只能等待白天 是 好那另外两位讲一下你们 雨中惊醒的这种感觉怎么样 晚上的时候就是睡觉 因为睡在旁边 然后就是雨下太大 其实有被下行 就真的是不敢出来 因为雨是大到就是 你门开一点点就会被淋到 然后你下行是不是顺便把其他人也 把他下行 没有 还是大家都自然都醒了 也没有啊 他们睡得很熟 你们没有叫他起来看雨好大 没有 就是可是早上起来还是雨很大 就整天雨都很大 可是那个从晚上应该就有感觉了 对不对 躺在帐篷里应该就感觉有点湿的啊 有点湿湿的 就是帐篷底下是有点渗水进来 哦所以你的室友都比你还会睡 对 哦那为什么你觉得你比较敏感吗 呃是吧 还是你冷床所以来这边睡得比较不好 我睡在比较外面 然后没有睡得很熟 哎呦我跟妳讲哦 那个选帐篷外面通常都通风比较凉 对对 可是下雨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二白 我怎么做这个决定呢 因为要是我 我如果去露营 我也会选抢第一个在窗边 因为真的帐篷里太热了 而且放东西比较方便 对而且又是进出 好很麻烦 好来那个冠人你自己的想法呢 就是我觉得最麻烦就是 就一样是睡在那个帐篷的边边 然后本来晚上头发是干的 早上起来头发全湿 而且心里跟眼睛也全部都湿掉 就是应该你晚上就有感觉了吧 晚上还好晚上是雨是小小的 然后就是早上五点多起来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说帐篷那个心里已经开始死掉了 然后就是比较在更里面的地方已经开始积水了 是 那我们来讲一点正面积极乐观的 应该还是有快乐的事情吧 有就是今天晚上 刚刚的那个国际职业 你们有上去跳吗 没有没有上去跳 所以是没有被选上还是没有准备 应该算是没有准备吧 就是你们有跳可是你们并没有准备了很久就对 所以没有被选上是很正常的 是吧 对比较可惜一点 没有准备还可惜 没有准备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期望 你想说搞不好大家跳得更烂 你们中间烂你就被选上了这样子 觉得大家跳得更好这样 可是关于这次大露营你们应该很早就准备了你们团了 应该这个训练啊 包括这个节目表演应该都 你们应该事前都准备很久了吧 因为我们这次出来是富士团的方式出来 所以基本上是到后面才会人员比较确定 所以富士团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人员比较难确定 对而且因为我们来自不同 因为每个人学校时间不一样对不对 对不像如果是像明道总学他们是一整个分团都是他们学校的话 他们在学校培养末期的方式就很简单 放学直接就可以留 但是我们来自不同学校 光放学搭车这段就是一个问题 要到你们这个平常团集会的地方就很好 每个人不同学校不同的居住点就很麻烦就对 对对对 所以你会很向往参加学校 你要不要脱离你们富士团 没有因为这也是一种考验啊 就是反正不同的模式就有不同的应变就对 对对对 那开幕怎么样 开幕好像比今天还要壮观对不对 而且长官来好多 因为开幕是精选的节目好像是台中市一些比较优秀的学校找来跳的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看得更过瘾 对开幕就是真的就是转业 而且还有感谢国军他们一开始开幕就是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 而且长达十分钟 然后还是不同种歌曲的组合这样 是 对所以相信他们一工队吧 应该是准备很久了 好最后你们三个讲一下这个这次的大露营这个学习到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学会很会躲雨之外还有什么 因为每次参加完一次活动总会有新的这个学习对不对 这次就是之前是参加就是学校团嘛 这次是富士团 然后可能学会就是跟不同年龄层的人相处 因为之前就是可能差个一两岁 这次的就是差距比较大 然后也就是对他们的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的态度要怎么去相处 我学到的是就是因为这次像我以前也是学校团的 然后这次参加富士团的话要照顾小朋友比较小 然后就是需要负起更大的责任 所以你会希望他们不要来吗 有点尴尬 我知道你想的 没有没有没有 也是有快乐的地方 就是他们还蛮活泼的 对有时候也很乖 所以你们以为要结束已经松一口气对不对 我又问一个问题 那个有没有跟外国童军交流 外国马来西亚的 有跟马来西亚的稍微交流一下 所以交换什么 他们好厉害喔 那那个神姐跟那个就是工程很强 所以你们还有跟他交流 不是只有交换礼物而已 我们我好像没有交换礼物 你们没有换部章 我没有换我没有换小朋友有去换 你没有准备就对 对 你有没有交换 没有 好没有 好跳过去你有没有交换 我们换的不是部长 我们换的是经验 对因为他们就是马来西亚的伙伴 我遇到的是团长 马来西亚的团长 然后我刚好是这次出来的副团长 所以就有一些交流 出了带团 因为他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 蛮有经验的团长 他说他玩童军玩了十多年了 所以你们是交换经验就对 交换回忆 对 哇你好会讲话 人家都很肤浅都是交换部章就很兴奋 你交换的是我们彼此的人生 好谢谢你们三位 谢谢